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冒牌生 這一次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個絕美的場景 它是宮崎駿真正認證過的喔 你不要再把神隱少女 當初是九份了好不好 他的取景地不在九份 是在松山啦 日本的松山 不是台灣的松山 神隱少女呢 是宮崎駿大師的經典之作 2001年在日本上映了 創下了304億的票房收入 這是目前為止 日本最高的票房冠軍 影片中呢 有很多的美景 讓人呢 仍然是歷歷在目 很多人都在問說 欸 到底在哪裡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官方認證過的喔 他的電影取景地 到底呢 是哪些地方 給了大師這麼奇妙的靈感 第一呢 是神隱少女的 油屋道後溫泉 還記得神隱少女那一個 寫的一個很大的一個 巨大的木結構裡面那個建築物嗎 油屋的靈感呢 就來自於道後溫泉 當時身隱少女的製作團隊呢 來到道後溫泉之後 用手繪的方法把這個建築呢 紀錄了下來 在吉普利官網的日誌中呢 也寫得很清楚 關於油屋的原型 甚至有人直接問過 就說 欸 你參考了這麼多以後 有沒有一個特定的原型啊 他說 其實沒有一個特定的原型 不過呢 道後溫泉確實是其中一個 並且啊 宮崎駿也指出了 在分鏡的腳本裡面 合神出去的大門的後面呢 就有兩個字 道後 指的是松山的道後溫泉本館 傳說中 道後溫泉啊 是一個在神的時代就被發現的 當時有隻大白鹿 他在泉水裡面療傷 很多的經典的作品裡面 都有這個道後溫泉 而且這個溫泉呢 據說 去對那個神經痛啊 還有歇斯底里症啊 有一個很獨特的療效 道後溫泉本館呢 建於1894年 而且在1994年呢 被列為重要的文化遺產 這一座城堡風格的建築呢 有三層 它的頂部都還有配一個 白鹿的雕像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紀念這個傳奇的起源 所以九份 他不是他取景地美 日本的留業者為了要宣傳 他就寫出了 宛如神隱少女裡的小鎮 因為九份這麼宣傳 所以有很多人呢 就吸引了去那邊旅行 可是在採訪的時候呢 宮崎俊有親自辟謠 他說 我在創作的時候 會參考自己周邊的人事物 就像當初 龍貓的場景 是他家附近的風景 所以九份是霧傳 不過就算到現在 還有很多人到九份觀光呢 是因為神隱少女 第二個呢 是神隱少女的 鍋爐爺爺的五居三神堂 這是一個在東京的一個建築 東京的紫寶湯 是電影中所設定的 在商店街一角的前湯的靈感的來源 在吉普利官網裡面 有一個QA的板塊 裡面有一個問題就是 作品的舞台在哪裡 神隱少女列出來的就是 江湖東京建築園 是很大程度的參考的一個地方 紫寶湯的圖片呢 跟電影裡面的遊屋 有一點點的像 那紫寶湯呢 是直到1988年 它都還在營業 而且是收到當地人 非常喜歡的前湯 而且是日本的 昭和時代的代表前湯 是非常珍貴的建築物 除了紫寶湯之外 建築園內呢 還有鍋爐爺爺的工作地點 五居三神堂 走進了這個 五居三神堂裡面 就宛如進入了 鍋爺爺爺的工作間 滿牆都是小櫃子 跟那個電影裡面的妖怪 簡直是一模一樣 原裡面還有一些其他古建築 也還滿值得一看的 而且可以去看看 吉普蒂工作室 看看創作了那麼多 經典動畫的電影的 那個神奇的地方 目前呢 官方承認的 攝影商的去景地 只有這兩個地方 如果你還沒有看夠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享 其他的作品的去景地 首先第一個是 龍貓 它到底在哪裡 東京的西北方 大約40公里的 旗玉縣西南處呢 也就是霞山丘陵的所在地 據說當時 宮崎駿導演走訪到這裡的時候 就被這裡的自然景觀吸引了 因此他得到靈感 才有了這部 龍貓這部動畫作品 為了要保護這一片珍貴的森林呢 不要被過度的開發還有破壞 當地的居民呢 在1990的時候 成立了龍貓的故鄉的基金委員會 為了要募款保護這塊森林 而且宮崎駿也是發起人喔 你在這邊走著走著 你就會發現你好像來到了電影裡面的那個場景 那些樹啊密密麻麻的在一起 就像一個綠色的隧道 就跟小梅在追龍貓的森林長得一模一樣 而且這裡不只有森林喔 還有田野、茶園、農家 基金會的官網呢 給出了散布的路線 非常的可愛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分享魔法公主它的驅景地 是在九州的烏九島 如果你有看過魔法公主 你一定會記得電影裡面它的奇幻森林世界 而這一片奇幻森林的原型 就在日本名列世界遺產名錄的海島 烏九島 森林裡面的徒步 是烏九島的一個重要的遊覽的活動 而且呢這個島嶼有非常不錯的海濱溫泉 還有一些沙灘 可是你一定要記得喔 烏九島是一個充滿極端氣候的地方 因為啊山很高 所以雲經過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水氣 所以烏九島它是在冬天會有白雪 可是在海岸的時候呢 它仍然是保持著溫暖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分享的是風起 風起呢 是在長野縣的清景澤 那我想風起 你們應該都會知道 它是另外一個代表作 它描述的是 第二次大戰的期間呢 戰機的設計師 跟他的老婆相遇的地方 這是在一個日本風景儒化的度假小鎮 清景澤 清景澤 它落在的是一個小山谷裡面 它是本周最活躍的火山之一 它上一次大噴發 欸其實沒有很遠喔 是2009年 那個時候的火山 甚至可以達到東京來 儘管面對那些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發的火山 但是清景澤 一直都是東京人 最愛的避暑聖地之一 在1957年的時候 年輕的名人天皇呢 就在這一個地方的網球場 卸購了他的未來的新娘 也就是皇后美至子 所以呢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裡就變成了 舉辦婚禮的熱門的景點 還有很多很豐富的一些 住宿的場所還有餐廳 都讓清景澤呢 非常的值得一去 我們今天呢就分享了這五個 宮崎駿的靈感來源的所在 大家有機會的時候呢 可以去日本然後去逛一逛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茂白生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們分享的呢 請記得留言給我 不要忘了去追蹤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